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再存钱了 放心 你慢慢存吧 哪存的我人老猪黄 我不甩你 你也会甩我 不会 不会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甩你呢 我对你怎么样 你知道的 对比亚娜拍拖啊 谁有空跟她拍拖 我也是这么巧碰上她了 我待会还要去保险公司问资料 有公事就勤奋一点 别妨碍我逛街 我先走了 这么大伙计 吵架了 严 严格来说不是吵架 是她在骂我 那个人是谁啊 怎么跟飞王娜这么亲密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他们见面见得一起 那个是黄公子 是富豪第二代 狗仔队经常偷拍他的 什么富豪第二代 难怪啊 最近飞王娜她 每句话都针对我 嫌我这儿 嫌我那儿 她嫌我胖 嫌我没钱 原来她认识一个有钱人 我不能让人把她抢走 别别疑神疑鬼了 你还有公事呢 是啊 我 我还要去保险公司呢 保险公司在几楼啊 糟了 你现在这样怎么接人呢 这样吧 反正我做完我的工作了 我骗你去 好 谢谢你 原来是伤残保险所长 这个姓董的保险经济 也算倒霉 半年内有六个客人 不是手段了就是眼睛瞎了 如果每个都所长成功 保险公司要赔几百万 喂 大坏 你怎么看 有什么怎么看呢 人家当然选公子 不会选我这个穷光蛋了 我问你保险所长怎么看呢 有四个客人都失明了 你知道失明了还 还问我 大坏哥 不好意思 迟到了一会儿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也迟到了 不好意思 这位是 我是张成熙 也是严正行的调查员 张先生 新来的同事 是啊 你好 我姓董 叫我见醒了 我做保险介 有二十多年了 算是老行子 跟你们严正行呢 有很多生意来往 你们公司的人都认识我 坐下再说 走走走 那大坏哥 闲言话呢 我跟你喝酒的时候 再慢慢聊 你们跟着有几个客人 要面谈呢 好 这个所长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还有什么要问我 没什么 还是那些老问题 我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呢 这几个所长的都 好像有点巧合 有三个客人 都是在汕头发生车祸 啊 刚才董先生说的话很奇怪 好像有点暗示 跟你说话呢 什么 你别老想着血腰呢 对了 刚才董先生说的话呢 你记住啊 一五一十地跟颜哥说 我一定要一五一十地跟他说清楚 还有啊 你不要说我跟你一起来 免得他有骂你 我知道怎么做了 一动不如一静 回来了多好 以前的事不要再想了 以后别管别人的家事了 谁知道曼丁跟老板会和好啊 真是奇怪 怎么了 大块 颜哥要骂你了 看来这次死定了 颜哥不肯借工资给我 我买不成戒指 就没办法洪福瑶拿了 不用这么紧张 可能他跟那个什么黄公子 只是普通朋友 我想我没希望啊 我银行还有一万多两万块 再加上你那些 也够买你那个什么戒指了吧 你肯借钱给我 我马上去给你拿钱 诚信你这是我的好兄弟啊 那将来有什么要我帮忙 你尽管直说 我两肋插刀就要跳海我也跳 行行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 我两肋就快断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这么使劲 那除了借钱 你记不记得跟颜哥说 董先生说的那些话 知道 有没有说错啊 我一字不漏的都跟颜哥说了 那颜哥怎么说 颜哥他说他自己跟进 其实这也对啊 这么大的事让我跟进 岂不是让我弄砸了 那现在颜哥自己负责 有什么事也不关我的事了 真是 哇 好漂亮啊 是我最想要的那个戒指啊 你说喜欢吗 我拼了命也买给你 哇 好漂亮啊 菲娃娜啊 那你现在戴上这个戒指 你嫁给我吧 嫁给你 我不要像现在这样 我要做你老公 我跟你结了婚之后 你就不会随便跟别人去 巴黎逛铁塔了 有没有这么儿戏啊 我真的想娶你为妻 你嫁给我吧 喂 是啊是啊 好 我马上下去 拜拜 你 你去哪儿 你 你不答应我 我赶时间 你让我考虑一下 你考 是不是那个黄公子 在楼下等你 不行 不准去啊 我跟那个黄公子不熟 他同性恋 不可能喜欢我 你别再吓自己了 同性恋 你早点说吧 我就不用花这么多钱了 你说什么 没 没事 他同性恋 我不是同性恋 我不想你上飞机啊 菲娃娜 我心甘情愿娶你为妻 我甘心一生一世 听你的话 你就答应我吧 不行 我要赶时间 我要下楼了 你还要去哪里啊 大块啊 我今天跟人调了班 所以我要去上班 公司的车键在楼下等我 我要下楼啊 菲娃娜 你是说你今天要上班 要飞啊 是啊 是啊 吓死我了 脏死了 今天大家都在这里 我有个很开心的消息 向大家宣布 我前阵子买的房子 很快就能入住了 我想换换新环境 过新的生活 那两妈的病呢 就能快点好 到时候我们一家四口 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一家四口 对 我打算跟卡门早点结婚 是吗 不是说肥爸和奶奶走得没多久 我们先不结婚的吗 亮妈会不会介意啊 亮妈 我想我们可以快点换个新的环境 你就可以快点过新的生活 这样你说好吗 好 你开心 我 开心 我 不 谢谢亮妈 那没问题了 我们可以早点结婚 嗯 既然亮妈说了没问题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真是恭喜你了 你们家里啊 很久没办过喜事了 大宴亲朋啊 其实伴郎和伴娘我都想好了 又有匿名信 我今天一早回来啊 就捡到这个公文带 会不会又是那个职员的 不可能啊 丽颜已经重聘阿雷克斯 他说这个人姓董 是个保险经纪 还说丽颜跟他在生意上 合作了很多年 为什么要把资料全打出来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份又是什么 他说丽颜跟这个姓董的保险经纪 有很多非法交易 他还说丽颜贪污 跟这个人串通骗保险公司的钱 唐先生怎么会这么做呢 他不怕坐牢吗 胡说八道 这不是上次汕头发生的那个车祸 我同时想去做采访 怎么这个伤者的眼睛瞎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十点多了 我吃完要赶回去了 因为我要赶着打一份访问稿 别这么急着走 等我外亮妈吃完药 我送你回去 可是这份稿我明天一早要交 你去我房间先用我的电脑坐着 一会儿我有空送你回去 那好吧 我去找你的灵魂 我去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络选拨 写这个伤残报告 还写得这么正面 难道匿名姓所说的是真的 你在干什么 吓你一跳 我很可怕吗 没有 我想打访问告 这么巧这个档案就出来了 师明所偿保险费是你做的吗 你不觉得这个agent有问题吗 你想想 一连几份索偿都是这个agent 会不会有问题呢 你看了我的报告 刚才跳出来了 我看了一下 我真的觉得很巧合 而且每宗都是眼睛瞎了 其实这些索偿很普遍 经常会有 做多了你就会发觉 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很巧合的 你完全没有怀疑过吗 你平时做事很谨慎的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没有 前些日子呢 有个同事上大陆想采访这次车祸 可是因为他不是地头蛇 什么都没有做就回来了 不过他跟我聊过 既然你觉得有问题 那我再盯紧一点 还要不要打稿 不打了 我回去坐 我穿着袜子送你回去 你真要小心一点啊 你想想 如果有人为了骗保险 而弄瞎了眼睛 那不止不对 还很残忍 你就算不信我公司的职员 也应该相信你未来的老公 不过怎么约也约不到那个agent 如果丽言问心无愧 有什么不对呢 他也是为了你嘛 你管这么多事干什么呢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嘛 你去找那个什么Alex 他要是写匿名信的那个人呢 他就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去找他 他能承认他会告诉你吗 那怎么办 难道让我做鸵鸟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也就是说 想把事情闹大了 说实话 做女人呢 尤其是做人家的老婆 你就应该知道 什么该管 什么不该管 你呀就快出嫁了 你听听娟姐的话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好不好 行吗 怎么会不行呢 乖乖的 喝了这碗汤 什么事都别管了 我是Carmen 现在没空接听你的电话 请留下口信 钱已经存进你的户口 等你报告出来 保险公司就给钱了 这次我不完了 你找别人吧 钱我会还给你 你不是吧 他们把眼睛戳下了 你现在才说不玩 你耍我 我有原因 我有苦衷 我不管你有什么苦衷 我只知道 我好不容易才达通天地线 找到那些医生 投保人 经济 还有那些患有白内障的病人 肯戳下自己的眼睛 喂 你到底怎么了 大分报告签个名 就可以收钱了 你居然不干 你有病 钱赚不完的 你找别人吧 你叫我找别人 叫我跟公司说 找别的公正行 你叫我怎么说 就算我放过你 那些瞎子也不会放过你 你小命难保 大家合作这么久 你别害 你怕什么呢 你要怕就用你以前那招 找个人替你签名 你就置身事外了 让我考虑一下 那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不能打罪他 你想想你不接会怎么样 你不接会 那么大约几点呢 那留了电话是几号 老板 老板 他们 你今天怎么不回我电话 也不接我电话 刚才在录影不方便听你的电话 颜哥 有份急线要你 我今天订了位子买了票 想跟你看电影吃饭 晚上吃饭 不行啊 不行 为什么 我要录音又要剪片 我想今天晚上走不了了 改天吧 不说了 要去做事了 拜拜 干什么 工作狂 有人约吃饭也不去 我有点事没想通 要多想想行不行啊 整天都忙公事 真服了你了 颜哥 你跟康门吵架了 你们最近好像不大对劲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天约她她都说忙 要不就不接电话 就算接电话也说不上两句就挂了 女人呢有时候就这样 你急她不急 你不急她急 我想你不找她呢 也许她会来找你 你是不是有文件让我签 是 T&T的康门 大块呢 在哪儿 他出去了跟韦达的经理开会 这个大块要找他就不在 我帮你叫他回来 不用了 如果他回来叫他来找我 还有没有其他事 没了 兄弟 老板 你去找GOD保险公司 Jacky懂的档案来给我 也就是世民的那个 一会儿替我影印一份副本 给大块 知道 喂 麦迪 怎么才来 你知道我不能出来太久的 我在公司出不来呀 算了 我叫你报查的事怎么样了 发元春那边还没有回音呢 那你就快帮我催催吧 你知道我要快点拿回遗产 我帮亮妈铺好后路吗 我催了 不过你再有点耐心等一等吧 等等等等 你只会叫我等 要不是怕那坏蛋发现 我自己去找了 我也不是没帮你 不过你也别再搞对抗啊 颜哥他说过了 帮你妈妈去英国治病啊 你叫他什么 颜哥 连你也叫他颜哥 我一时嘴快说错了 是不是连你也站在他那边了 不是 你冷静地听我说 我怎么冷静啊 你到底明不明白 他说的话一点都不可信 他说带亮妈去英国治病 他有行动吗 他根本就不想治好亮妈 他恨不得亮妈快点死 可以早点拿到遗产 你别这么激动啊 我能不激动吗 我妈没嫌治病 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 你冷静一点先坐下 我的事不用你帮 我会自己搞定 喂 妹弟 妹弟 莱妈 你觉不觉得这粥很甜 粥 不是甜的 你笑得这么甜 粥是咸的也变甜了 大哥 亮妈 海饼 你给我吃 是吗 我先把菜拿进厨房 妹妹 你去哪儿了 亮妈肚子饿了 幸好我中午回来看看 不然饿着我亮妈怎么办呢 亮妈 不怕 不怕 我看亮妈睡着了 就去菜市场买点菜 一会儿做饭给亮妈吃嘛 你买什么这么重要啊 你也要照顾亮妈嘛 我知道了 我下次不会了 亮妈吃饱了 拿去厨房 亮妈 我扶你回房休息 小心 一 二 尸春 尸春 好的 大叔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 我在 你还撒谎 你去找律师 没有 没有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让阿丽丝帮你去找法源 你想跟我争遗产 你别这么贴振 那个傻小的给我打工 他干什么 我一查就知道 你们什么都骗不了 他知道吗 放手 放手 我跟你说 你玩完了 没有人会相信你 你以后乖乖的 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受不了情了 想让我放手应该怎么做 对不起 你好好照顾两妈 记住 给我乖乖的 大块 刚才颜歌这么急找你 是为了Jack懂得所长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他叫 Sandy影印一份给你 真是让他玩死 我真不知道颜歌怎么想的 一会儿说我太笨 要拿回去自己做 一会儿我有很多事做的时候 他又叫我多关注一些大case 看看他怎么做事 我哪有时间看他怎么做事 颜歌是不是想把Jack懂得case 交给你呢 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是交给我 颜歌只叫我查一些小事 看看当事人的环境怎么样 对对身份证号码 其实呢 拿中原的环境可以怎么样啊 那些身份证号码早就抄下来了 叫我核对这些 那也许是他看得起你 给你个机会跟他学习呢 我做了十几年了 如果这些还不会做 那就真没用了 就做这样吧 我帮你 反正伟达的事我已经办完了 那我帮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再告诉你 那好啊 那我就不怕做不完 又挨颜歌骂了 谢谢你 不用 对了 文件夹呢 拿来 在这里 好 搞定 陈太太 我是颜政行的职员 刚才打过电话给你 好好好 你进来 陈信 你的眼睛意外受伤之后呢 很不方便吧 当然不方便啦 看东西看一边 陈下 资料都够了 谢谢你 谢谢 能不能借洗手精用一用 随便 后面 要不要给你搬开那些东西啊 不用了 陈下 可以了 好 好 放心 报告我们会尽快交上去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几年前已经去大陆看影科 也就是有问题 你去拿GUD保险公司 JAT董的档案给我 也就是世明的那个 一会儿提我影印一份副本给大块 陈信的眼睛可能早就有问题 不一定是最近意外弄下的 可是立岩 找大块干什么呢 不关他的事 难道 怎么样 想的怎么样 找他下属给你签名没有 你别逼我 我知道怎么做 不用你救 怎么给他签呢 你跟黑家长了 不再习惩 咱老师聊一聊就没那么烦了 看你的 好 两瓶啤酒 他们请的 OK 跟我们玩 真不知道书字怎么写 我们兄弟双界何必 天下无敌 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玩兵捉贼 不管做兵还是做贼 只要站在同一战线 就不会输 我记得 我们可以说是左向无敌 小时候真好 想做就做 什么都不用想 多过夜 是啊 你这个表哥最照着我 那个时候 有人欺负我 你会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打 你这次帮我打的一劫不更大 你这手怎么样 残废没有 残而不废 只是和洗手来有点紧 我当没事了 我欠你的我会记着 干杯 别这么说 是兄弟才说 你最近有点暴躁 很烦吗 你只看门 我只公事 怎么这么说 哦 我刚才在公司 看见你皱着眉 那天你叫Sindy 拧音报告 她不小心掉在地上 我看了一眼 那份报告好像 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想说什么 我想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你猜到我会怎么处理 不用这么紧张 我只不过 想帮你解决你发售的问题 你知道 你是老板 有很多事不方便自己解决 我不一样 我坐个牢 烂名一条 我现在所有一切都是你给我的 我有什么说不起的 我只不过想跟你 站在同一阵线 那我站在什么阵线 一句话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只要我们站在同一边 那边就会赢 你约我出来喝酒 是想告诉我 你想赚快钱 真是什么都骗不了你 是 我想赚快钱 坦白说 我妈最近炒股票 炒得元气大盛 我想赚点钱帮我来 再说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知道机会不足 只要有机会赚钱 我一定不放过 颜哥 我不怕惹关飞 大不了再多几年 反正十年我都做过了 你认为我是那种人吗 你认为我会这么做吗 那颜哥 如果我说错了 你解雇我 因为我想歪了 我不想连累你 但如果不是呢 你给我个机会 我想跟着你赚钱 你是个聪明人 有头脑 你说的对 我们只要站在同一阵线 就不会输 我没理由不算上你 颜哥 反正以后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你一切听你的话 不用说得这么严重 我很快就给你失作 我什么时候都说 你是我的左右手 干杯 谢谢你 这回就给你干杯 我知道你是做保险的 所以想跟你了解一下 医疗保险的锁长 是怎么运作的 没问题 我还有些资料 你有没有兴趣啊 好啊 那我这两天找你 你给我一些文件 谢谢 拜拜 喂 凯文姐 我是曼蒂呀 怎么样曼蒂 很久不见了 亮妈怎么样 你也知道很久没见了 哦 我想晚上约你来家里吃饭 尝尝我做的菜啊 晚上 今天不行 嗯 那明天吧 你也知道亮妈很想见你 明天我要晚一点 因为我真的很忙 好啊 那要不要我来接你呢 哦 不用了不用了 我自己去行了 我有事做 我再打给你吧 拜拜 OK 终于约到了 为什么要哄卡门姐来吃饭啊 你别管 我叫你怎么做 你是怎么做 亮妈 我们很久没试过一家人 开开心心的吃饭了 你开不开心啊 开 开心 那以后叫卡门多来吃饭好不好啊 好 卡门 你 忙 要 拍拖 知道了 安提 对了 你脸色好了很多 最近是不是睡得很好 绿花菜炒鱿鱼 好香啊 卡门你的手怎么了 烫着了 没事 我叫她涂烫火高了 怎么样 还痛不痛啊 我没事了 吃饭吧 一会儿吃完饭我起碗 不用了 我真的没事 快吃吧 趁热吃 差不多十一点了 很晚了 你该回去了 我现在回去也睡不着 其实我们很久没静静地聊聊天了 我煮点咖啡 我们一起喝吧 不喝了 明天一早要上班 你先回去吧 卡门 你最近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不怕直接跟我说 不需要刻意躲开我 没用 不过我最近很忙 不会忙得连喝杯咖啡的时间也没有吧 那好 我去冲 不用煮了 卡门 我知道你关心我的工作 我会小心处理 你别生我气好不好 我不想因为那些事 而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如果你有什么不喜欢 你就跟我说 你知道我疼你 不要了 妄想你 你别这样子 你回去吧 我不想 你这算什么 我是你男朋友 是 我知道你很忙 工作压力很大 但是只要你一天不理我 我就会发疯的 那我没心情嘛 你走吧 你没心情那我怎么办啊 你知不知道你最近怎么对我 我打电话你不接 我想见你也见不到 我今天这么难得才看见你 你别对我这么冷淡行不行啊 你别这样子了 你别这样子了 不要啊 你弄透我了 你今天干什么呀 对不起 我因为太想你 我一时冲动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那你能控制自己 再来找我吧 卡门 你走啊 走啊 好 改天我再来找你 改天我再来找你 你走了 我有事想问你 电话你说不太方便 我明天去医院帮梁湾拿药 我想我可以抽点时间跟你见面 到时候再说吧 那好吧 明天见 拜拜 凯敏 凯敏为什么这么害怕 一定有问题 立言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 说你也不信 她平时演示得很好 像个镇人君子似的 其实是个撒谎不眨眼的大坏蛋 其他事我不说了 最近我看她的电话废丹 她根本就没打过电话去英国那边 我怀疑她根本不想给梁妈治病 不会吧 我真的亲眼看见她把梁妈的病例借出去 她会不会在公司打的 我上次在医院看见她求梁妈回来的那一天 她真的哭得很可怜 还有昨天吃饭呢 我看见梁妈跟她一起也很开心呢 要不是因为她跟哄梁妈 我早就揭穿她了 凯敏姐 你相信我不要紧 我希望你想清楚是不是真的要嫁给她 我不想你后悔一辈子 好了 我不跟你说这么久了 万一让那坏蛋知道不知道又会怎么对付我了 我先走了 拜拜 坏蛋 我问我这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 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 什么出卖 你还给我装傻 是你告诉我大哥我去找法源的 是你说的 没有 我没说 混蛋混蛋混蛋 我把她自己在我记事簿上看见那个电话 她问我是什么电话 我一时嘴快说是律师的电话 那也就是你说的了 你这个笨蛋 你把我害死了 Mandy啊 你别拿她出气 她不是故意的 你还不走 走 笨蛋 别生气了 Mandy 我真的是无心之失 你放过我吧 Mandy走了 我是卡门呢 你开门吧 谢谢 我先走了 Alex 我有事想问你 那些匿名信是你给我的吗 什么匿名信啊 你别害怕 我不会说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呀 卡门姐 你也看见了 我帮Mandy做一点小事情也这么笨 怎么会写什么匿名信呢 不过 那些匿名信 是不是跟老板有关的 哦 不是 可能是恶作剧 别跟你老板说 知道 拜拜 拜拜 喂 没有啤酒了 我去拿啤酒啊 喂 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叫你来 就是不想你这么闷 快点 跟我们一起玩 是啊 不玩了 你们玩吧 哎呀 来这里就是要放松 你别像大家都得罪你一样 你最近干什么这样 好好的怎么跟颜哥吵架了 我没跟他吵架 不过有些事我想再想清楚 你们有问题吗 颜哥这种好男人 已经快绝肿了 如果他真有什么不对呢 你应该原谅他 而且你们两个快结婚了 结婚这件事我想再考虑一下 你还要考虑 为颜哥这么好又有事业 还这么爱你呢 换了是我 我就辞掉这份工作 一心去做少奶奶 你们干什么全都帮他 你们明不明白 你们明不明白 算了 跟你们说也不明白 那有什么不明白 你就说明白 颜哥真的是个大好人 我觉得你一定要抓住他不放了 卫康 你不像我 起码他不像大块那样 又没用又没钱 如果大块叫我结婚 我才真要想想 我觉得大块不错 不错 这种男人呢 嫁给他不如不嫁 也没有问过别人 就是要跟人结婚 好像欠了他一样 连一点点尊重都没有 我妈妈说的 结婚呢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呢一定要想清楚 别让自己抱恨终生 老板 颜哥 来了 你喝什么我帮你拿 喝啤酒行了 你叫他来 是啊 是啊 你们两个快点和好吧 大家说什么呢 聊得这么好 我 没什么闲聊而已 老板 坐这边 哄哄的 你想好了没有 等了很久 我不知道你来 我们继续玩吧 来来来 上次的事你别生气 我发誓不会再有下次 我想我要走了 我很累明天还要上班 喂 开门 颜哥刚到 你再坐一会儿吗 这里很热 你别靠过来 也不知道自己讨厌 不做了 你们继续玩吧 我走了 你不用走 你不想看见我 我走 老板 凯莉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现在他要躲着我 我也没办法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也应该要说清楚了 明天晚上八点 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见 不见不散 喂 什么事 怪你什么事 这么多事 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我什么都不想说 不过凯莉 你再这么做我真的会生气 别再说了 我们喝酒啊 行行行 我自己全都喝了 你喝得完吗 你这么急着叫我走干什么 其实这种事呢 要 要有点耐心 慢慢去 那咱们就会听 我说你啊 分明就是骗酒喝 我明天早鸡飞呀 你不是想让我 像熊猫一样上班吧 熊猫啊 盈盈乐乐还是安 安家家 加你的头啊 你快去找计程车 不然今天露宿啊 凯莉她们还在洗手间 不用等啊 行了凯莉说去卡米家睡 又不顺路 快去乱计程车吧 这些全都是过海的计程车 前面一点 那里啊 是 是啊 喂 喂 是 大声一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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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应该说得很好的 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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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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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他 躺在那里了 Fiana Fiana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不知道哪个患者把我推下来 有人把你推下来 谁推你啊 这里收得不好 到底是要救护车啊 快点 谁这么喊对我的Fiana Fiana Fiana EVERYBODY 你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